新北市政府为了鼓励妇女朋友能够走出家庭积极的参与社会 进而发挥女性影响力 在各项公共事务的推动上 特别在日前举办了转动女性影响力 我们动起来国际妇女节加年华会 新北市政府在市民广场举办转动女性影响力 我们动起来国际妇女节加年华会 虽然当天下起了大雨 但许思毫不减婆婆妈妈们的活力和热情 新北市女性人口占全是51% 为让妇女朋友可以摆脱传统性别歧视不平等对待 市府这几年来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工作 并且把105年定为性平年 我们透过性别平等的宣导 性别平等的教育 跟性别平等的各种工作 让所有的社会更重视两性的平权 那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更精进 今年是107年 我想新北市应该很骄傲的说 在台湾的六都或者是各个城市里面 我们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为让市府的政策推动 能更符合妇女朋友的需求 这几年来也积极拔着女性高阶主管 希望透过这些女性主管 将女性经验带入施政 今天在场的包括我们的副市长 包括我们的秘书长 包括我们的七位局长 女性局长 而且这七位局长掌控的 不管是我们的就业 不管是我们的教育 不管是我们的劳工 不管是我们的土地 不管是我们的财政 几乎所有的大权都被你们掌控了 我们举发工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所有的女性首长 在不同的几处 带于我们的妇女权力 在我们的施政政策上面的推动 这次五股区新增里里长郑柏荣 也特别上台接受感谢状 里内常举办 子思带反家暴宣讲活动 希望减少遗憾的发生 对性别平等工作的推动 相当有帮助 新增里跟新增社区 一直在女性平权方面 我们已经进到最大的一个努力 跟付出 然后我们也在去年成立的 一个指示在达人 我们希望在家庭暴力的预防 跟女性平权这个部分 两性平权这个部分 我们提倡到整个社区里面 的各个角落 我们希望在 21世纪就是女性翻转的一个世纪 我们希望两性平权的一个运动 在新增社区落实 而同样上台获奖的还有五股新增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杨慧婷 她本身就是里长太太 但是常年一同和里长推动里内的事物 展现妇女朋友的影响力 那我们新增社区与新增里做最好的结合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那么在表演的方面 我们新增里有指示在达人 代表新北市得到最好的成绩 我们今天做表演 那么同时 我们新增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有一个健康促进小组的志工 在这里涉滩 提醒所有的妇女朋友 爱家人的同时 也要爱自己 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我们的所有的社会才能更棒 市府从105年的性平年 到106年的性平经济年 为让性别平等更加的生活化 特别把今年定为性平生活年 希望翻转妇女朋友弱势处境 让每位妇女都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 记者方间凯琳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